HELLO 大家好,我是STC英国游乐学教育中心的Michelle HELLO 大家好,我是STC英国教育公司的Stanley 关于了解英国教育,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关于GCSE 还有A-Level的一个相关讯息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Stanley来跟我们重点的介绍一下 关于GCSE的一个入学的一个门槛 还有关于A-Level的一个介绍好吗 好,首先呢先跟大家讲的就是GCSE的这个阶段 那GCSE呢一般我们会在14到16岁的时候就会在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在台湾大概国三这个时期呢来进入到GCSE这个系统 一般GCSE呢我们会修大概9到10个科目 包括你的必修课程还有你的选修课程 必修课程里面有英文、数学、还有你的自然科学三个科目 那么选修的部分呢会依照学生自己的兴趣 包括有艺术设计啊,包括有人文领域相关的可能历史地理 还是说电脑科学等等的相关的领域 在入学的条件部分一般你必须达到一定的修业年限 还有你要提出你的在校成绩之外 还有你的英文的一个门槛 一般来讲对于GCSE就是大概4.5到5分的一个成绩 在结束GCSE之后呢你可以衔接A-Level或者Foundation 但是一般为什么选择GCSE呢?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要进到好的学校 比如说像剑桥牛津这样子的学校 你必须从GCSE就开始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然后慢慢的朝A-Level这边去做升学 然后慢慢的去专注在你未来想要进入的领域 再来申请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学校 我们举一个MPW就是在英国国际预科学校的一个例子 那他这边就很明确的说到 你在我们这个学校GCSE里面 你必须是14到17岁这个阶段 然后你在进入到GCSE这个课程之前呢 你必须要完成8年的一个学习 还有你必须要提出一个良好的一个成绩 在英文方面你必须在5.5到6分的一个成绩 各科不能低于5.0到5.5 那GCSE之后我们就是延伸到A-Level的这个部分 那关于A-Level的一个条件 你有没有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解说呢? 好那A-Level呢一般来讲 你就是在完成高一的课程 你就是满16岁之后 我们会进到A-Level这个阶段 在学科部分就会比GCSE再更专注在你未来想要读的课程 也就是你一般会选大概三到四个科目 针对你未来想学的科目 譬如说艺术 你就会专注在艺术领域上关的科目 在入学条件的部分呢 一般你必须提出你GCSE的成绩 然后学校可能会再要求你做一些入学测验 或者是入学的一些面试来评估 他们是不是可以接收这个学生 完成A-Level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大学的这个阶段 为什么选择A-Level呢?很多学生会问说 我完成GCSE之后只有A-Level这个阶段可以选择吗? 其实不然可能你还有Fondation可以去做选择 只是说一般如果我们目标明确 我们想要进到好的英国的学校 比如说牛津剑桥这些学校来讲 我们就会选择从GCSE进到A-Level这个阶段 然后来衔接我大学的一个课程 我们一样再举MPW的A-Level的课程来跟大家做个详细的介绍 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 那你可能要达到怎么样子的一个门槛 在MPW的A-Level你必须达到16岁 满16岁之后你才可以进到他们的A-Level的课程 你必须在GCSE拿到C以上的这个成绩 然后呢他可能会再要求你要做一些入学的测验 还有面试的这个阶段 才能来评估他们是不是可以收这个学生 在英文的部分一样 你必须达到5.5到6的一个成绩 各科不能低于5.0到5.5 这边要给大家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其实在GCSE跟A-Level 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完全的可以达到学校的这个要求 你可能差一点点 譬如说我的英文可能他要求5.5 然后结果我的Overall只有5.0 那是不是就不能来申请 当然不是就是说 一般学校他会有一些弹性的规划 比如说有一些precession的课程 你可以先来完成这个precession的课程 再来接我们接下来的GCSE或A-Level 这样子的一个衔接的制度 那么其实各种的方法都是比较有弹性的 所以说如果大家自己本身的例子 或者说家长家里面小朋友有 比较不清楚可以怎么样子去做衔接 其实都可以联络我们来去帮你做一个咨询 然后来去帮你做一个规划 因为英国的教育的一个衔接 其实它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关键 都是属于就是学生本身的一个状况 关于关于在校成绩啊英文程度 还有他本身的一个科目 还有跟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都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或者是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学生有这方面的想要了解更多 欢迎学习来跟我们联系 那希望今天的资讯能够带给你们帮助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